同學 大家好 講到平面鏡這課 就一定要跟大家玩一個很有趣的 關於平面鏡的錯覺實驗 手頭上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看到就有一個 鏡頭 手指指著你 有一個鏡頭 看到手指正在錄 看到鏡頭的影像 跟我的實物好像有些分別 我給大概5秒時間 看一看 究竟你能否看到鏡頭的影像 有什麼特別之處 現在看到實物 我手指拿出來的 你要看到 為什麼是圓形 但是你會發現 鏡頭的影像 竟然是六角形 和四邊形 為什麼會這麼有趣呢 現在我把實物轉一轉 慢慢地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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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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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到這裡 大家又有沒有看到 什麼特別的地方 為什麼那個影像 又好像不同了 前面就變了 正方形 這個六角形 後面的影像 在圓形 還有圓形 是不是 咦 但是大家不是應該 聽SIR說過 在一個鏡頭裡面 實物大小是相同 是不是 它也是相同的 除了它是橫向倒置之外 即是左右反算 橫向倒置之外 其餘應該都不會有太大分別 但是為什麼這塊鏡頭 會這麼神奇 照景物的時候 這些東西連到形狀都會不同 一定是一塊鏡頭出狡猾 沒有狡猾的 這塊真的是一塊鏡來的 看得到嗎 看得到 真的是一塊鏡來的 看得到 看得到我了 是不是 看得到鏡頭後面了 看得到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這塊鏡頭 我這樣放的時候 放一塊鏡頭下去的時候 影像會不同的呢 其實呢 關鍵在於不是一塊鏡 關鍵在於什麼呢 關鍵在於這個物體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 很有趣的一個物體 物件來的 它是什麼來的呢 大家看得到 看得到 其實你看到這個 是由一個3D印出來的 一個模特兒來的 如果我 拎遠一點看的話 你會看到 其實呢 我在這個角度看 你可以看到分別都不是很大 是不是 前面的圓形 下面就是三角形 正方形和六角形 但是我再拎遠一點 再拎遠一點 我甚至乎拿起來 看過來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 我反轉 你會看到呢 拿開一塊鏡子 你會看到這個筒 其實也不是一個 原筒形 那麼簡單 你會發現它是一種不規則的形狀 大家可以看得到嗎 右邊看 你看到這邊 你會看到三角三角的形狀 對不對 好了 我再拎一拎它 你們會看到 原來這條邊 這個空間 的光面 不斷地起伏 對不對 我再放開 鎮上的東西 你會看到 咦 現在就是我們剛才看到 兩個圓筒的影 是不是 但是我放明鏡子 你就會看到 鏡子內 會有六角形 以及一個打側了四邊形 那個階磚的形狀 是不是 其實就是這個圓筒 這個特別構造的一個圓筒形 其實就是用來欺騙我們的視覺的 當我們看的時候 永遠都是我們會眼望前方 尤其是如果 你現場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未必會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眼望的東西是很特別的 我們是雙目視它來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兩隻眼睛一起看東西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一個距離感 你會看到一個距離感 什麼叫距離感? 距離感的意思就是 我們兩隻眼睛一起看東西 左眼睛和右眼睛 其實看的角度 都會有一點點差異 導致我們會判斷到 我看一些東西 當我向前看的時候 哪些東西是接近我們 哪些東西是遠離我們 當然啦 這個可以憑我們的生活經驗 告訴我們 是不是? 但是 當你面對一些陌生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沒有這個生活經驗 又或者我們過度利用了這個生活經驗的話 就會構成一個錯覺 就好像這裡這樣 就是怎樣 你看下去的時候 整塊黑色 還要是怎樣 好像圓形那樣 我們生活經驗告訴我們 這個是一個圓柱體 是不是? 所以你的眼睛就會怎樣 就會覺得 或者我們大腦就會分析到 縱使我們知道 就是說 這裡可能突出了一點點 這裡是凹了下去的 但我們的眼睛就會選擇看不到這件事 或者我們腦部就會錯誤 分析了這件事 看不到 好 那你就會覺得 心底裡就會覺得 它是一個圓柱體 OK 可以嗎? 但是當我們旋轉的時候 又是啦 那麼呢 比如六角形和四邊形 又是啦 我們錯誤了怎樣 觀察了我們的 就是濫用了我們的 生活經驗 其實它是有前後感的 有這個湖邊在那裡的 但是呢 當我們 你感覺它是一個四邊形 或者你感覺它是六邊形的時候 你就會自然 將這個 套進去你的位置 你的腦袋就自然 自動就會刪除了 我們就看不到 就構成了我們的錯覺了 行不行? 再加上我們一塊 有趣的平面鏡的話 就會構成一個 更加有趣的原像 就好像這個畫面一樣 OK? 行不行? 這個就是一個 很有趣的 很出名的科學實驗 你就會看到 嘩 這個實物和影像 是會不同了的 就是完全是違反了 我們問你何的定律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這些片段 其實呢 通常 通常看片 就容易騙到人的 如果你在現場看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騙到人的 為什麼呢? 如果剛才就說過了 因為這個是一個 我們人 正常看的東西 就是一個雙目的視距 我們分到距離 分到高低 但是當我們擔心眼睛的時候 譬如說 有機會了 我們回到學校了 我給你一些東西 看著 雙眼看 和單眼看的時候 感覺也是會不同的 OK? 可以嗎? 再加上一些 我們喜歡學過的 什麼東西? 一些錯覺 就更加 會令到 錯覺的畫面 更加有趣 這個 除了有一個黑色的之外 我還印了一個 白色的出來 你看到 這兩個形狀相不相同 好像相同 是不是? 好像不相同 是不是? 這兩個是圓形 這兩個是六角形 和某一個四邊形 是不是? 轉一轉 哦 兩個就相同了 是不是呢?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 錯覺的畫面 OK? 好了 運用這件事 其實我們 一些畫家 都會運用錯覺的技巧 來混合照 就是來設計一些 有趣的錯覺的畫 在畫面上 你看到一幅畫 很有趣的 重點不是在於下面這幅畫 在於上面這條 東西 這個是什麼來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 圓桶形 前面 一個圓桶形的 MIRROR 是圓桶形的鏡 可以嗎? 那下面是什麼來的呢? 好像 就是 好像一些東西 也不像一些東西 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 經過 這個 你經過這顆柱這樣看的話 你就實際上 看到什麼呢? 咦? 它反射出的影像 就會是一個 好像人家羅馬 鬥獸牆上面的一條柱這樣 是不是呢? 咦? 那為什麼在這裡看就看不到 但是在這個 鏡面上就會看得到呢? 因為這個是一個 柱形的一個鏡面 當一個平面的影像 經過一個柱面的鏡去反射的時候 光線就會被不同的角度去屈曲 OK? 形成另外一個 新的影像出來 這個新的影像是經過扭曲的 可以嗎? 而經過了扭曲之後呢 這個樣貌呢 跟這個就會不同的了 就會轉換成一個新的影像 OK? 因為那些藝術家 再結合一點點科學的原理 就畫了一些這麼有趣的畫出來 OK? 看多一點 還有很多 譬如像這個一樣 嘩! 你看到呢 好像一幅畫 是不是? 你看到一點點 其實這裡 是一個柱面鏡來的 幅畫是在下面 你看 兩隻眼 當那個影像 轉換了的時候 變成這樣 變成這隻眼 是不是? 鼻子在這裡 好像縮小了 那樣的畫面 是不是? 要畫到這些畫呢 也有一點點高超的技巧 才能做到這件事情 下次這裡也是 你看到呢 很多立方看 在上面 但是下面 當我還沒轉換的時候 畫完好像一把線 打開了 也不知道是什麼 是不是? 甚至乎 這一個 也是一個畫家 在報紙上畫的 很簡單 即是直接畫幾筆 是不是? 變成了 原來是人樣 OK 好了 你看到眼睛 爆頭的少年 是不是? 這個 兩個人樣 但是這個 也 有一幅畫 就是 這些畫 其實在這幅畫上 還挺有名的 你在前面看 根本上看不到什麼 但經過柱面鏡看的話 你就看到一個 很明顯的 人樣 在那裡 古時候 那些人 都不知道他們會不會 利用這些方法 把一些秘密 隱藏在畫裡面 就不得而知了 大家就自己去搜集一下資料 OK 行不行 所以 我們今天就看了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 對了 還有 這裡 很有趣的東西 一個 柱面鏡 是不是? 還有一個 哇 好像一個 不是柱面鏡 就是 剛才你看到柱面鏡 這個走到圓柱看 這個走到六角形 這個走到六角形 可以轉 可以轉 轉一轉的話 你就會留意到 哦 原來兩個又不一樣了 對不對 這個就運用了 我們一些 錯覺的技巧 來做出來的 一些 就是科學的小實驗 科學的小滿意 OK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一個小小的分享 讓大家知道 原來 我們利用科學 甚至乎 結合了一些藝術的時候 就可以玩到一些很新奇 有趣的玩意 例如 好像我們手上的這兩塊東西 這樣 對不對? 那當然了 這兩塊東西 也是運用3D printer 來製作出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都想學習 如何使用3D printer 稍後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3D printer 使用的一些 樂趣 OK 對不對? 那今天就先講這個 有趣的光學神業 OK 稍後我們再看其他東西 好 拜拜